主峰高达1724米的白银罕山,是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最高的山峰,距离其政府所在的临东镇80公里。 1994年的一天,巴林左旗博物馆得到消息,有人在白银罕山盗墓。 当博物馆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赶到那里时,看到的是许多稻动和清晰可变的石墙。 我们仔细地又看,有用石块累起来的石墙,马上可以断定。 这就是辽带墓葬所处于的石墙,银墙,银墙分银地。 它是弃当时辽带的人,喜欢用这些石块,在向阳靠山的地方,对墓葬进行一个保护。 当地群众告诉他们,在众多的被盗墓里面,山坡上边的一座墓里面,可能还有一物。 我们马上兴奋起来了,意识到,巴林左旗应该有了重大发现。 山坡上边的那座墓葬,后来被考古人员编为三号墓。 当博物馆工作人员进入里面后,会看到什么呢? 这是一座级别很高的墓,由墓道、左右耳式、主式和后式组成。 高大的墓顶上,除了会有翩翩起舞的仙壳外,还有明显的倒洞痕迹,说明这里被盗墓者光顾过。 因为年代久远,墓墙已经斑驳陆路里。 借助手电光,人们看见了几幅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壁画。 墓室地面一片狼藉,死者的光果和随葬品已不见了踪影。 让人感到心悦的是,经过查找,博物馆工作人员意外发现了两块墓质盖。 为什么仅有墓质盖而没有墓质呢? 我们分析啊,这个墓质肯定是被人偷走了。 而且现在是盗墓中的一个新的动向,我们分析。 但是这个墓质盖我们必须也把它抢救出来。 王伟想记得,为了把两块墓质盖从墓中搬出来,他们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 其中一块墓质还特别大,大概边长有一米二二。 上面隐约地发现了些个文字。 人们关心的是,这两块墓质盖属于什么人的呢? 研究工作开始了。 很快,墓质盖上, 故、尚父、秦王、赠、尚书令、昌离、 韩公、墓志明十六个传书文字, 清晰地出现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眼前。 另一块墓质盖上则刻有古秦国太夫人墓志明的字样。 查阅聊时后,王位想惊讶不已, 因为尚父秦王韩公是聊代历史上享有大名的韩匡寺。 至此,博物馆工作人员断定, 白鹰寒山的三号墓就是韩匡寺夫妇和葬墓。 同时,那里也是韩氏家族的墓地。 而韩匡寺的父亲就是为契丹做出重大贡献的韩之谷。 然而,问题出现了。 辽史记载,韩匡寺的父亲韩之谷祖籍冀州, 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玉田县。 为什么韩匡寺的墓志盖上把郡旺写成了昌离呢? 所谓郡旺是指祖先受封之地, 或是祖先居住过的地方。 刘凤祖先生认为, 韩匡寺之所以把郡旺改成昌离, 是因为昌离在唐代出了个著名人物韩裕。 他这是叛徒郡旺, 就是这些地方出过命人, 然后他就往那里叛徒。 以前这个昌离, 别人咱不说, 起码是这个汉鱼, 汉鱼的唐宋巴达家的大学文家, 他就一提这个汉长离的问题, 就叫汉长离问题, 就不叫汉鱼了, 就叫汉长离。 公元898年, 韩匡寺的父亲, 汉族出身的韩之谷, 在一次契丹南下的作战中, 从冀州被抢掠到了大漠草原, 成了树绿坪的家庭奴隶。 那一年, 韩之谷只有六岁。 这个韩之谷啊, 是树绿坪的哥哥, 在和中原人作战的时候俘获的。 也许, 他的哥哥把韩之谷送给了树绿坪, 或者是树绿坪很喜欢这个小孩, 把他要过来了。 齐丹人当时的政策就是, 谁俘获的人就归在谁的手下当奴隶。 而且这种奴隶, 就是辽史里多次所说的公奉人。 有人推测, 当时一起来到辽国的, 还应该有韩之谷的父母, 因为一个六岁的孩子, 不可能单身来到草原。 但辽史对此没有记载。 后来, 韩之谷又以陪嫁奴隶的身份, 跟随树绿坪到了伊律阿宝基帐下。 从此, 他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机。 韩之谷很有才华, 但当初他来到阿宝基帐下, 并没有受到重视。 因此, 怀才不遇的韩之谷曾经逃跑过, 被抓了回来, 但苏杜平知道杭之谷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向阿宝基推荐他。 很快, 求贤若渴的阿宝基召见了韩之谷, 与他探讨治国安邦之策。 一席长谈后, 韩之谷受到了阿宝基赏识, 并得到重用。 契丹建国之处, 韩之谷掌管辽国的汉族事务。 有人推测, 辽王朝因俗而治政策的制定, 有他的一份贡献和功劳。 韩之谷还负责辽国与各国交往的礼仪, 他依据中原汉族的礼仪典章, 参照契丹民俗, 编究了适合契丹国情的礼仪典章制度。 韩之谷参加过阿宝基征服渤海国的战争, 并立了功劳, 后来他被任命为掌管汉人事务的最高长官宗苏令, 因此他也成为辽太祖耶律阿宝基的左命功臣之一。 学者们认为, 韩之谷之所以得到耶律阿宝基的器重和信任, 韩式家族逐步成为辽王朝汉族中的显贵家族, 最主要的原因得益于契丹统治者依靠和重用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 韩之谷有十一个儿子, 排行第三的是韩匡司, 他们都在辽国为官。 有人认为, 位于天津济县的独乐寺就是韩式家庙, 寺中观音像头顶上的十一尊小佛像, 代表着韩匡寺的十一个同胞兄弟。 自从得到韩匡寺夫妇的木质盖后, 巴林左旗博物馆的工作者变得焦虑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 以合完整的木质是由木质盖和木质名组成的。 通常, 木质盖特有牧主人的身份和姓名, 而木质名则记载牧主人的生平事迹, 是难得的史料, 对研究韩式家族意义重大。 韩匡寺木质名被盗, 引起巴林左旗公安局的高度重视, 公安干警们迅速行动了起来。 一定要到白鹰汉山去查获韩匡寺家族木质被盗的这个案件, 又阻止了当地的联访队员, 在白鹰汉山附近的射控不枉。 不久后的一天, 一辆拉着两块石板的拖拉机急匆匆地驶出了 白鹰汉山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 奇怪的是, 石板上面还盖着树叶。 这是两块什么样的石板呢? 为什么要用树叶盖着? 在附近社服的公安人员和联防队员感到蹊跷, 决定拦下拖拉机, 看个究竟。 有无巧不成熟, 正来的过程中呢, 这个车抛锚了, 司机下来的时候一见到有警察, 撒腿就是往山上跑, 这干你吗? 也是说这一个莫名其妙, 说这你捡你个车, 你至于这么跑吗? 然后啊, 这上车看看吧, 到车一搜查, 拿开树叶之后啊, 发现有电锯, 还有两方石头, 后来根据犯罪分子交代, 他打算把韩匡寺夫妇慕志明拉到外地出售, 没想到刚出村口就被抓获了, 在节后余生的慕志明上, 人们会有什么发现呢? 慕志明记载, 韩匡寺生于公元918年, 在辽太宗、辽氏宗、辽木宗和辽景宗四朝做官, 显赫一时, 辽景宗耶律贤执政时, 韩匡寺寺或宣礼公臣称号, 并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投下君州。 投下君州是辽代皇帝和皇亲国戚贵族们的私城, 启丹人四处征战, 把抢掠来的人口带回草原后就建立投下君州。 私城里的生产和收获除了酒要向国家缴税之外, 其他的都属于投下君州的主人所有。 于是, 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 拥有了投下君州的韩匡寺, 虽然当时还没有摆脱奴隶的身份, 但他在辽国的实际地位已经举足轻重。 通过对韩匡寺夫人穆志明的解读, 证实了人们的判断。 物质显示韩匡寺的夫人出身于萧氏。 萧氏是其他贵族, 按照萧氏的女子必须嫁给耶律氏和其他的贵族。 她能嫁给韩匡寺, 这是当时来看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而且这说明韩匡寺公文人的身份 已经逐渐得到改变了。 出生于契丹贵族的萧夫人, 聪明贤惠, 申明大义, 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她与韩匡寺一共生育了九个儿子, 其中第四个儿子就是赫赫有名的韩德让。 长大后的韩德让仪表堂堂, 文武兼备, 而一提到韩德让, 人们就会联想到他和消瘦浪漫的爱情故事。 公元980年9月, 一个震惊辽国的噩耗传来, 在外地巡视的辽景宗伊律贤突然病死在云州的行宫。 当时, 皇后萧绰刚到儿立之年, 太子耶律龙旭也只有十二岁, 景宗的离世, 使他俩一夜之间成了孤儿寡母。 而朱王宗室二百余人, 拥兵卧政, 对皇位虎视眈眈。 辽朝一个突出的弊端是, 各个王室成员都拥有自己的军队, 多则上千人, 少则数百人。 这些贵族成员的军队, 对皇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虽然耶律阿宝纪在916年, 就建立了皇权世袭的契丹国, 但在不少契丹人看来, 皇位是可以抢来做的。 尽管辽景宗在世时, 萧绕已经以女主临朝国事一绝于其手, 但是一旦失去景宗的支撑, 局势就变得异常险恶起来。 更为严峻的是, 当时辽景宗去世的地点在云州,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 按照其他论习俗, 辽盛宗必须赶在那里, 就是在景宗的灵酒前继位, 如果这时候有人承徐而入, 举名造反, 那后果不堪设想了。 因此, 一向自信而稳重的皇后消瘦,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 显得惶恐和无助。 在危难时刻, 担任南院疏密使的韩得让, 带领亲信及时赶到了他的身边。 韩得让采取的第一个措施, 就是让消瘦降致, 不允许诸王私会和来往, 以免策划不轨之事, 并撤换了一些不可靠的大臣。 同时, 命令诸王的夫人来陪伴皇后, 这就等于把人质抓在手心里了。 在韩得让的鼎立帮助下, 由于采取了相关措施, 一场可能发生的宫廷政变, 风吹云散。 在韩得让等大臣的权力支持下, 太子耶律隆续顺利即位, 视为辽圣宗, 消瘦也就成为了历史上富有盛名的 承天皇太后。 我觉得韩得让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了, 而且在廖京宗死了以后, 他处理那些事情, 处理得非常的干净利落,漂亮。 圣宗登基之处, 消瘦临朝称制, 韩得让又总肃卫士。 总肃卫士是什么样的指责呢? 就是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 韩得让文武双钱, 由他日夜巡逻站岗, 那些拔骨之臣就不敢轻易网动了, 所以就非常安全了。 关键的时刻, 韩得让为什么和消瘦站在了一起?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 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史料记载, 消瘦年幼时就许配给韩得让, 还没来得及结婚, 就为廖景宗选进宫中。 景宗去世后, 消瘦曾私下对韩得让说, 我曾许配给你, 愿重归就好, 而当国的幼主也就是你的儿子了。 从此, 韩得让和消瘦起居饮食, 形影不离, 如同夫妻一般。 有的学者从史料上分析, 消瘦正式改嫁给了韩得让。 以太后之尊改嫁臣下, 用汉族的封建伦理道德标准来衡量, 固然荒唐, 但是消瘦不是宋朝的皇太后, 在契丹人看来, 这并不违背契丹贵族的道德规范。 承天太后下架韩得让, 在其他史书中也得到了证实。 宋辽两国禅渊义和时, 宋朝的谈判代表曹利用, 曾亲眼见到消瘦和韩得让, 在驼车里偶作。 这个所谓驼车啊, 就是用骆驼驾的车, 这就叫驼车。 它的特点呢就是, 长沿高轮, 立于在沙漠和草地上行走, 而且, 长期的在这个, 好像移动的方物一样,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车棚, 挂着非常华丽的这个漫障, 有门有窗。 这个曹利用啊, 看着这个韩得让和这个消瘦, 坐在偶作, 所谓偶作就是两个人并排坐的。 那么如果不是夫妻关系, 谁敢和太后去偶作呀? 太后岂能和臣下去偶作吗? 不过, 也有的学者分析, 成天太后并没有下架韩得让, 他们之间只是存在事实上的婚姻而已。 那么, 萧绰爱慕韩得让, 除了个人感情之外, 还有别的原因吗? 有的专家这样推测, 萧绰的父亲萧斯温, 曾担任过辽国南京,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留守。 从小随父亲在南京生长, 受到浓郁汉文化熏陶的消瘦, 敏锐地感觉到, 不改变契丹救俗, 学习汉文化, 国力将无法强盛。 杭德让是富有远见, 智慧朝穷, 文武酸权的汉人, 又与萧太后的政治观点相近, 他们两个人彼此欣赏对方的才华, 这是他们感情的基础。 但是, 也有人认为, 萧绰之所以看重韩德让,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政治依赖。 韩德让从小饱读诗书, 身怀治国良策, 在战争中也是一把好手。 萧绰明白, 要在充满风险的契丹王朝立足, 必须依靠像韩德让这样一位 足智多谋, 文武双全的人物。 因为太后萧绰的赏识和宠爱, 韩德让的权势越来越大, 地位越来越高。 公元995年, 他担任北斧宰相, 之后又拜大丞相, 总览契丹君政, 成为仅次于皇帝皇后的贤贵。 萧绰把加强韩德让的权力, 看成是巩固自己的皇权地位。 对那些敢于冲撞韩德让的人毫不留情。 打马球是契丹人喜爱的体育项目。 有一次, 韩德让打马球时, 被一个叫胡里士的契丹人撞下了马。 萧绰为此勃然大怒, 下令将胡里士斩首。 在出土的辽带文物和壁画里, 人们多次见到这种叫古朵的兵器。 这个用铁或者玉制作, 直径约十厘米的圆形器物, 被固定在一根长柄上。 一次因为某件事情, 一名叫耶律湖谷的契丹官员 与韩德让顶撞起来。 韩德让一怒之下, 夺过卫士手中的铁骨朵, 打死了耶律湖谷。 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辽国法律史, 汉人杀死契丹人要以命相偿。 出乎意料的是, 萧绰只是降止后葬耶律湖谷, 根本没有处分韩德让。 韩德让心理清楚, 尽管自己受到成天太后的百般宠爱, 显赫一时, 但从祖辈继承下来的奴隶身份, 就像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心底。 韩德让明白, 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奴隶身份, 只有勤勤恳恳, 鞠躬尽瘁。 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1004年12月, 韩德让赐国姓耶律氏, 改名耶律龙韵。 他的名字改名叫耶律龙韵, 当时的辽圣宗叫耶律龙婿, 那是和这个圣宗联会的, 都是龙子辈的, 刚才汉人的说法, 所以可见这个地位之高。 同时, 韩德让还被封为晋王, 隶属横杖继父坊。 横杖是契丹皇族的称谓, 横杖继父坊属耶律阿宝基父亲一系的后代, 说明, 自此之后, 以奴隶身份出现在辽国历史上的韩氏家族, 已经成了皇族。 此外, 韩德让还得到了一座与皇宫不相上下的王府, 并拥有投下君州和一万人的公位。 公位又称为沃鲁朵。 刘浦江在史料中发现, 辽国立国二百多年, 只设了十三个沃鲁朵。 到辽朝末年为止, 一共建立了十三个沃鲁朵。 辽朝只有九个皇帝, 除了九个皇帝之外, 另外四个沃鲁朵, 两个是太后, 一个是皇太书,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越南农运, 就是韩德让。 以一个汉人的身份, 能够建立沃鲁朵, 和皇帝一样建立自己的沃鲁朵, 可见这个家族的这个特殊。 那么, 韩德让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呢? 有的学者认为, 这与他在禅渊之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有关。 韩德让清楚地认识到, 中原王朝, 经济文化发达, 长期军事对峙, 对辽朝没有任何好处。 长原自盟签订是, 韩德让作为辽朝的疏密室, 是主持决策和谈判的。 我们理由认为, 辽宋和好的促成, 是韩德让的功劳。 韩德让没有辜负萧绰的信任和爱慕, 终其一生, 都对萧绰忠贞不二。 丹经截律为契丹的振兴发展尽力。 正是韩德让的支持和影响, 萧绰对辽朝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使契丹从奴隶制进一步向封建制转化, 为辽国进入鼎盛时期打下了基础。 公元一零零九年, 功成名就的成天皇太后萧绰, 将权力移交给儿子辽圣宗一律龙婿, 结束了二十多年的摄政生涯。 萧绰打算到从小生长的, 有着深厚中原文化的幽州安乡晚年。 不幸的是, 行进途中他染上了疾病。 这一年的十二月, 五十七岁的萧绰病逝于行宫。 死后, 与丈夫辽景宗伊律贤合葬在了伊吾驴山中的乾陵。 亲政后的辽圣宗在外交上奉行对宋朝和平相处的方针, 在内政上继续推进韩德让和萧绰开始的封建化改革。 辽国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 进入了鼎盛时期。 因此, 圣宗也被称为小姚舜。 辽圣宗开始, 辽圣宗以后, 跟圣宗以前, 辽宗的景象完全不同, 各方面都不同, 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同。 萧绰之死对晚年的韩德让是沉重的打击, 从此他抑郁寡欢, 一年后点重病不起。 韩德让定重期间, 辽圣宗亲临韩府, 端茶送水, 喂药问安。 1011年3月初, 韩德让与世长死, 享年71岁。 韩德让死后, 辽圣宗一律龙婿, 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就像他母亲去世以后一样。 辽圣宗亲自拉着灵车, 送出百步资源, 并且为他扶桑。 巴林左旗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从史书中了解到, 一生尽心辅佐成天太后的韩德让, 去世后没有埋在韩氏家族墓地, 而是陪葬在衣无驴山消瘦的陵墓旁边。 从出土的诸多韩氏家族墓志明中发现, 韩德让兄弟九人, 除早亡者外, 皆为辽国贤贵。 侄子三十多人, 封亡者五人, 其余的也都是契丹官员。 最近二十年来, 在这个巴林左旗发现的这个玉田韩氏的家族墓地, 除土的墓志已经有大概将近二十方了, 其中有若干, 都是用契丹小字, 撰几的这个墓志。 从这个墓志里边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玉田韩氏的家族成员, 通常都有契丹语的名字。 他念从血童上, 他是汉人, 世界他生活习惯也好, 文化也好, 一起在这个廖朝的政治地位也好, 那就是标准的契丹人。 韩氏家族是辽代汉人与契丹族融合的典范, 也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包容的建政。 正是在汉族知识分子的直接参与下, 契丹王朝才得以迅速崛起, 辽国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 2011年9月, 四座用大理石雕刻的辽代人物塑像, 耸立在巴林左旗其政府所在地临东镇的入口处。 其中的一个柱子上, 萧绰正策马驰骋, 而与他齐头并尽的正是韩德让。 岁月更替, 抖转心仪, 韩氏家族韩德让和萧绰的爱情故事还将会长久地流传下去。